大家好,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军方的一位高级指官将于下周访问位于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 两军也在地区内对台湾、南海紧张局势、担忧、加强接触 解放军南部战军司令员吴亚南将出席美国印太司令部帕帕罗主持的一个防务会议 吴亚南预计会出席年度印太防长会议,标志两军重新开始沟通,迈出壮业部 一周前,吴亚南与帕帕罗举行了视频通话,标志二人之间首次正式接触 多年来,五角大楼一直推动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与解放军对应战区指挥官进行更多的接触 正值中国军方在台湾附近南中海等地加强活动有所增加 去年11月,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家主义新平在居云山达成共识 双方军队需要开展沟通渠道,作为稳定中美关系努力的一部分 2022年,在佩洛西成为25年来首位访问台湾的美国众院议长后 中方关闭了中美两军之间的一些沟通渠道,以示抗议 美印太司令部称,吴亚南和帕普罗上周进行了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之间的 有建设性的相互尊重的意见交流 美国印太司令部公共事务部发表的通话基要还提到 帕普罗在通话中强调了美国军方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保持持续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并指出,高级别领导人之间的这些对话有助于明确意图,并降低误解误判的风险 帕普罗并敦促解放军重新审视期待南中海及其他地区所采用的危险的脅迫性的可能导致局势升级的做法 美国关切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 而无价大楼最近则对中国海警在南海争议海域针对菲律宾补给船的活动感到担忧 菲律宾是美国在亚洲历史最悠久的防务盟友 自去年初以来,中方对菲律宾军舰、海警船的暴力骚扰不断 包括中国海警船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仁爱礁附近撞击菲律宾公共船事件 报道提及,美防务部门负责中国台湾蒙古事务的副助理国卿蔡斯 本周会在北京与中国官员举行防务政策协调会议 这是两国重新开始军事接触的另一个迹象 这是蔡斯自21年上任以来首次访华 路透社4号也报道,美军方将派蔡斯出席9月12号、14号在北京举行的11届北京香山论坛活动 这次南部战区司令员访问美国夏威夷 美国方面将禁止台湾的军方和与台湾有关人员进场 在和美国方面互动的同时 俄罗斯和中国军舰于周二开始在日本海举行联合演习 这是30年来最大公募的海上演习 普京称这是30年来俄罗斯的最大一次全球性的演习 日本的时报报道,莫斯科和北京深化的军事合作 两国都试图制衡他们认为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 普京在电视讲话中表示,俄罗斯的海洋2024演习将在太平洋、北极、地中海、李海、波罗地海举行 这是30年来首次举行全球军演 普京说,美国和卫星国以反击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和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借口 正在加强在俄罗斯西部边境附近北极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俄罗斯必须为局势任何发展做好准备 普京说演习旨在测试俄罗斯军事领导层的战斗准备情况 但没有详细说明 俄国防部称演习持续9月16日 参演的军舰潜艇支援舰超过44百艘 中国派出了4艘军舰一艘补给舰 参加演习 进入日本海的俄罗斯舰队活动 俄国防部报告 参加演习的还有120多架飞机和直升机 约7000件武器军事和特种装备 涉及9万名军人 日本防卫城称 周末发现5艘中国军舰进入日本海朝俄罗斯方向航行 俄国防部发布的视频静态图显示 俄罗斯和中国海军周二在日本海举行演习 证实这些军舰于周六周日向东北航行 穿过对马海峡驶向日本海 日本防卫自卫队表示 自卫队使用一艘船和一架巡逻机 进行了警戒监视和情报收集 并发布了照片 在对马海峡位于韩国和日本之间 连接南中国海和日本 韩国称东海 不属于日本领海 俄罗斯和中国加强了军事合作 那么两国都反对西方霸权 尤其是美国对全球事务的主宰 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以及领土争端射击 菲律宾的南海岛礁 中国的态度强硬 也让美国和盟友感到不安 8月26号 日本证实中国军机首次入侵领空 紧急出动战机 上周一艘中国的军舰也进入日本领海 日本也提出抗议 日本俄罗斯还存在千岛群岛北方四岛领土争端 自欧爆发以来 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日本和中国的船只在其他地区发生紧张事件 尤其是东海偏远的钓鱼岛 北京称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 东京方面报告 该地区出现了中国海警船 武装巡逻 海警 包括海军舰艇 以及一艘核动力潜艇 日本海警船和中国的渔船之间 发生了一系列的对峙活动 我在我的底层逻辑频道 今天介绍俄乌战争 最新的视频也提到 俄罗斯和中国实际上已经进行了技术的合作 美国的副国卿坎贝尔9号在向记者对话中的证实 俄罗斯向中国交换了军事技术 而中国得向俄罗斯提供了军民两用商品来支持战争 技术包括与潜艇作战有关的技术 航空发展 包括隐形技术 还包括制造火箭的能力 坎贝尔认为 北京获得新的技术对美国 在印太地区对印度 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造成极大威胁 特别是核潜艇 中国的核潜艇如果有了俄罗斯相关的核潜艇技术 将大大提升解放军潜艇作战能力 另外俄罗斯方面还增加了对中国在导弹导弹 导弹预警系统方面的支持 俄罗斯方面和美国是唯一的 全世界两个拥有成熟预警系统的国家 中国正在建设中国的导弹预警系统 那么俄罗斯会提供帮助 另外与俄罗斯合作 俄罗斯的技术建造使用俄罗斯核燃料运行的 快中子核反应堆生产武器机部 为中国未来增加核弹头数量提供支持 所以这是中俄之间的合作 那么现在看中国南部战区司令员访问 夏威夷和我之前的判断也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现在来看美国是要单独对付俄罗斯 不能让中俄结盟 那么就要缓和和中国关系 现在看台湾菲律宾在和帕帕罗之间的互动中 实际上就会被中国边缘化 你现在看美国是要什么 和中国缓和关系 那么也就是菲律宾也好 日本也好 台湾也好 都只是美国的工具 美国使用工具的目的就是中国 目的不是台湾 不是菲律宾 也不是日本 目的是中国 就是在美国整体大的战略之下 首先不能让中俄结盟 那么美国就要拉拢中国 因为中俄现在已经在技术方面 已经获得了很多先进的技术 特别核潜艇 还有导弹技术 如果再继续发展下中国结盟的话 对美国来说 那会让美国整体失去在东北亚的 整个的现在对俄罗斯围堵的优势 所以就不能让中国再靠近俄罗斯 那就什么 拉俄罗斯 然后拉中国 也就是说 在俄罗斯强烈和美国对抗的同时 拉住中国 那就需要缓和和南部战区的关系 中美就不能开战 中美就必须保持一个稳定 就必须让帕巴罗和南部战区司令员对话 你看到了吧 这就是美国现在要做的 用这些马仔 用这些台湾也好 菲律宾也好 日本也好 用这些马仔去刺激中国 你看你紧张吗 你紧张没事 这些马仔我熟识他 你来跟我对话 那么咱们两个才是真正的对话者 那么到夏威夷 咱们来谈 也就是说现在拉拢中国 但是我说过美国的目的是 现阶段拉拢中国要缓和和中国关系 不让中国结盟 以便美国集中精力去对付俄罗斯 这才是美国目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你看中国也没有上美国的当 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还在 继续加强 而且中国未来在和谦顶 在更多的领域和俄罗斯合作 特别是北部战区 记住这次是南部战区司令 中国还有北部战区 我之前说过俄罗斯的媒体反映 北部战区有解放军已经 以志愿军身份加入到俄乌战场了 虽然人数不多 是获得实战经验 但实际上也可以说明 北部战区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在加强 那你这样的话 我两个战区 南部战区和美国缓和关系 和美国互动 我也到你家里去做客 同样让台湾让菲律宾靠边站 也告诉你美国 我愿意在南部 海上和你缓和关系 同样我北部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也不能停 这就是我之前给大家一个战略 就是中国目前对待俄罗斯 第一不能和俄罗斯交恶 因为中俄交恶 那么中国对美国就没有意义了 他根本就不用拉拢你 我打压你就完了 反正你和俄罗斯也不可能联合在一起 那么不能交恶和俄罗斯交恶 也不能和俄罗斯结盟 因为结盟以后 美国就用结盟以后来对付中国 美国也不会拉拢中国 也不会给中国释放更多的信号 对中国整体利益来说也不好 还没到摊牌的时候 摊牌的时候是最后一刻 那么大家翻桌 翻桌之前该做什么做什么 所以现在就是中俄的合作 北部战区和俄罗斯合作 特别在日本海方向对日本施压 那么南部战区和美国缓和关系 另外在对待菲律宾 在对待台湾问题上 中国要更加强硬 我觉得这个美国帕巴罗 其实他也知道 中国的实力 所以现在我看 美国现在 之所以拉拢中国 是因为美国现在对待俄罗斯问题上 可能要和俄罗斯进行最后的决战 特别是导弹攻击莫斯科 未来在和俄罗斯的对抗中 美国可能会受到俄罗斯更大顾目的反制 所以他现在必须拉拢中国 我在这个底层罗技频道 我那个频道最新的节目中 我也说了 美国已经同意和英国的首相 在13号 在华盛顿会见期间 宣布可以使用风暴指引 390公里的导弹 红尼莫斯科 泽兰斯基也将访问美国 最后也将确认 那么也就是说 俄罗斯一定会进行报复 那么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会紧张 这种报复规模让美国也是 需要中国至少不能反对美国 形成一种中立 所以他要拉拢中国 这也是现在你看到 帕巴罗 还有美国的这些高级的国防部的官员 不断访问中国的原因 我要对付俄罗斯 那我就先拉住你 你先别反对我 但我觉得中国呢 最后和俄罗斯的关系 一定要在战略上和俄罗斯合作 而且是长期合作 不能和俄罗斯对抗 也不能和俄罗斯目前结盟 要合作才能保证中国的利益最大化 俄罗斯呢 我觉得他也看到很清楚 所以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 也是基于俄罗斯的利益 而且未来呢 俄罗斯受到美国的压力越大 俄罗斯给中国 未来合作的机会 特别是提供的技术 特别是俄罗斯潜艇技术 可能会对中国有更多的提高 那未来中国的潜艇 作战能力 包括中国的潜艇 整体的实力增长 那什么印度 澳大利亚 还有美国的核潜艇 即使进入印太地区 中国也能完全挫败美国 对中国的围堵 所以中俄的合作是战略性的选择 不会改变 中美的合作 美国更多的是临时性的围堵俄罗斯 稳定中国的一个战术性的计划 也就是说不会进行长期化 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人不要相信美国 认为中美最后会缓和关系 认为美国不会围堵中国 美国现在做的最终目的还是先干掉俄罗斯 回过头来围堵中国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最聪明的做法 就是保证中国和俄罗斯 都拥有一个和平环境 让美国无法肢解 俄罗斯也无法肢解中国 这才是对中国和俄罗斯最有利 所以现在南部战区和美国之间的互动 更多的我觉得中国是寻求在南海台海方向的稳定 也是配合美国 这个大选不希望大选期间 中国和美国在南海台海发生大规模冲突 那么美国要一心对付俄罗斯 这个时候中国和俄罗斯这合作也不会停止 所以你可以看俄罗斯和中国之间 这种长期的合作关系是战略性的 而且是一直会存在 这也是我这个频道 从2022年2024号 俄罗斯战争以后 我一直强调和俄罗斯合作的原因 我一直没有变过 中国很多专家那个时候说 中国要放弃俄罗斯和乌克兰合作 俄罗斯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 记住你不了解俄罗斯 很多人现在不了解俄罗斯 觉得俄罗斯很弱 觉得俄罗斯很拉胯 俄罗斯这个也不行 那个不行 真正了解 真正看过俄罗斯很多资料的 应该知道 俄罗斯手里是有很多杀手锏 你这个时候你落井下石 对你中国在国际上形象不好 另外在中国整体利益上 你可能会被美国 被西方整体围堵 甚至最后被出卖的时候 没有国家会为你仗义之眼 做人也好 当一个国家也好 千万千万要记住 要大意 要战略 战略就是欧亚大陆 中俄的稳定 保证了和平 有了和平才有发展 有了发展 才能摧毁昂鲁丧逊 对欧亚大陆的统治 作证损